《西游记》里面有很多古代的哲学概念 包括我们佛教的这个概念 道教的概念 印度教里面有这个保荣性的这个概念 然后人人平等的这些概念 所以这个从佛教也是 就是慢慢地传到中国来 然后中国本土的这个宗教 就是那个儒家思想也有这个概念 道教也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三种还有四种思想的那个融合 我们在《西游记》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们中英两国也是文明古国 但是现在西方国家他们讲这个人权的这个概念 对于他们来说是人权是来自西方 但是我们中英两国古代也有了这个人权